明年人月美豬開放進口 也讓今年的中秋節 藍營抓緊時機主打食安議題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 他就親手做了蛋黃酥 但是也提到 原來蛋黃酥會用到這麼多的豬油 而另外國民黨也發文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但是裡頭卻提到了 這可能會是最後一個安全的中秋節 引來網友不滿 批評國民黨是在唱衰台灣 烤肉片烤箱床烤得姿姿作響 中秋連假 親朋好友家家戶戶 幾乎都在團聚烤肉時 國民黨粉專也發印景文 內容提到 如果萊豬進口 這可能會是最後一個安全的中秋節 要大家珍惜大口吃月餅 烤肉賞月的美好時光 卻讓網友不滿 照樣召句留言 嗆希望這是台灣最後一個 有國民黨的中秋節 也說國民黨最後一次過中秋 因為明年就滅黨了 還反問一個政黨要病到多重 才會在大家團聚的時刻恐嚇國人 也有網友反算 難道口美牛就沒事了嗎 國民黨遭哀哄唱衰台灣 可以沒有食品安全疑慮的中秋節 所以這個東西跟唱衰台灣沒有關係 很多的綠營的群組裡面 也在傳這個連結 所以這個是網路上 在帶風向的一個結果 呼籲帶風向的人拿錢辦事 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互航水平 國民黨主公美豬實案議題 中秋節自然成為最佳戰場 這個叫做衰疑地病 為什麼我們作為蛋黃酥都要這麼正式 黨主席江啟臣挑戰做蛋黃酥 強調健康的自己做 還說才知道原來蛋黃酥 需要用這麼多的豬油 僅扣每豬一體 他們的豬肉最好吃啦 天下無敵 而退銷台灣豬現階段則是超越藍綠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深入鼎音 為蔣萬安吃豬肉 政治人物很應景 以烤肉月餅增加話題性 也讓這個中秋節政治味十足 記得陳友立和榮 台北報導